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 财子tot 今天请来Alan聊天 Alan 你好 Alan 你好 就来上半年 完了 也很快 不知道资本市场是否学你的预测 其实很多东西都挺帅的 如果你炒美股就挺好 如果你坚持持有港股 对上两个月都不错 也是的 但博完港股的三千点之后 就回到千多二千点 现在又去到一个不上不下的阶段 等一下要你拆解一下 究竟下半年的环境有什么值得去深思 然后会如何去主导我们整个投资的思维 但是我想现在最大的主线下半年 越来越近了 就是看环球的央行减息的部分是怎样 第二就是很多政治因素出现 这几天都看到了 譬如欧洲股市那边动荡 今早那些一开入京那些跌 都和一些政治因素有关 下半年的主线你会怎样排列 其实踏入2024年去到这一刻 其实和我们推荐下去下半年 其实和去年2023年下半年的方向 没有什么特别太大分别 第一 主族线呢 都仍然是美国联储局减息 这个预期 或者你现在去到这一刻都没做的时候 其实市场不断调整 对于他们的影响 第二就是刚才你说的政治因素 包括俄乌战争 中东冲突 甚至乎包括现在 即是说欧洲的议会选举之后 极右派可能卷到重来 这种选举令到大家觉得 这个阵营会不会更加两极化 不利于现在的政治经济发展呢 除了你说欧洲的局势 即是一个新的元素之外 刚才我们说的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 这些地缘性的政治因素 其实都没有消退到的 一直都是维持到现在 唯一我想现在去到这一刻 即是联储局减息这个议题 说了这么久 大家反反方方斗斗断 如果你说在去年年中开始 说了年多了 说它减很快减 接着都没得做 其实整个美国的利率 那个加息周期 就是2022年3月启动 去到2023年7月停 其实短短是十六七个月 那个联邦经营利率 已经由0到0.25 加到5厘25到5厘半 其实加了很多 足足加了5厘以上 好了 那么短时间加了那么多 接着大家就说 很快了 经济受不了了 就会衰退 接着联储局就会减息 不过了 这件事情 其实就一直推动了 那个资本市场 尤其是美国股票市场 就一直走 好了 其实去到今年 这个故事其实都没有变过 都是说它会减的 不过呢 内容变成什么呢 就是说 由它开始说2024年 就会减四次 四次 总数的幅度 就会有一厘到一厘半 而变成 现在一次都没有减 而减的幅度 可能就只有0.25到半厘 好了 但是你看到美股 其实没有受过这个影响 是的 联储局一直延迟 那个减息的时间表 市场就一直调整 将故事讲到 就说不要紧 只要它减息 我们都收货 一口都够收货 所以美股都停不住 现在变成了联储局 减息这个议题 就是一口价 是的 只要你做一次 OK 我收货 那很容易 是的很容易 其实你看到它现在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年底前 都会实现大家的愿望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现在已经6月了 OK 刚刚也过了这个联储局议释会议 它就没有变动了 又开始说那一句 其实我们都是谨慎一点 都没有到一个 我们完全放心的水平去做 不过我会减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通胀问题 没错 市场仍然是OK的 但是当然了 刚刚最新的浪番Payu 失业率就轻微拉高了 而27万份的新增职位 有很多人就抽屎摹减 其实有23万份 是一些adjustment 就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漂亮 不过不要紧 因为通胀肯回落 但是呢 我找回很多人 就拿第二个story去看 你整体通胀回落了 但是依然很长时间 在3%流上 整体通胀 而且呢 撇除了一些核心的食品 能源 住房等等 那个supercore的指数 其实是5%的年增幅 是相当高的 一点都不低 我会觉得整体那个投资市场 其实呢 未完全清醒 为什么未完全清醒呢 为什么未完全清醒呢 他们都拿回过去的十几年 包括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全球央行的量化宽松 将利率推到到零 甚至乎负利率 这种局面维持了十年 大家就习以为常 他们觉得未来通胀肯定不会高 即使高了都是短暂 下来 第二 利率会很低的 因为没有通胀 所以现在我们加得这么夸张 刚才我们说了 就会减少 你由零加到5%来25% 你减少一半给我也好 是不是才好 那减不减少一半给你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好了 其实现在的市场还是要在这种模式里面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 他一口价肯收货 因为他不想脱离自己的梦境 觉得你肯减就可以了 那些东西就会继续上 而我其实想觉得 我今年年初到现在 我都和身边的朋友 或者客户说 其实你不要预计 利率环境会回到疫情之前 那种叫做零利率负利率 是不会再见的 不会再见就是 我不敢说有生之年 不过呢 都是说 短期之内 五年至十年之后 你是不会见回的 因为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到 撇除食品能源 和房屋 这种通胀都去到 不要说5% 就是说去到 比以前高了差不多 一倍又多的时候 好了 你要它下去 那为什么要下去 和怎么下去呢 刚才我提到几个因素 地缘政治 现在很多供应链 就是在所谓叫做 全球一体化 现在叫做去一体化 好了 然后很多的製造保护主义 零部件 制裁 贸易壁壁 全部都出来了 好了 这个对于製造 运输成本 一定有增加的 好了 也因为地缘政治 大家觉得有些物资 或者有些产品 其实对于战事来说 是必需物资 包括能源 这些可能是铜锂 钢 甚至乎一些可能衍生到高科技 都可能是变成一个武器的时候 你全部都禁制它 所以这个在供应链的效果 其实它不是一时三刻 一时三刻就会反映出来 它要时间 那时间一久了 其实你就知道 真的没有以前那么便宜 下不回来 下不回来 那它慢慢就会浮现出来 整体的物价那里 那我明白了 因为很多人讨论 今年以来 其实很多央行已经开始打减息牌 但是去到过去一两个月 比较多 区内的市场 很早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利率 亦都是比成熟市场高 那我看到这些绿色点点 就是有很多新兴市场 其实是提早了 已经开始减息了 但是比较主要的央行 就多人讨论 最近是加拿大 和欧元区 但是譬如你甚至拉加德 就是欧洲央行都出来说 他不敢很肯定 我通胀是会回落去的 他觉得 未来分分钟会回落去的 所以 预视到 令我们有个感觉 是一次性减息的 未必是一个周期 你认不认同这种感觉 他这个担忧 其实也源自于 他们自己本身处于欧元区 大家都知道 这个俄污战争爆发了之后 曾经很短暂 就是说在四至六个月里 将石油天然的格格 就爆升了 所以你看到去年 你去英国的人都会说 电费很贵 入油很贵 入油很贵 慢慢 当通胀回落 大家就听不到这段声音 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国家就会调整策略 可能他们增加石油储备 然后慢慢就减省一些 可能是用能源代替品 你变成舒缓了那个价格上升 但问题就是刚才说 俄污战争仍然在 即使你现在好像说 是不是北约和俄罗斯 大家互相加码 援助或者武器 很快就分出成败 分出成败 也不代表这个世界是和平 你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这种就会令到 始终都会觉得 如果他再万一恶化 或者突然间俄罗斯说 OK 可能你炸了它 輸入天然地 它全都没有了 那整个欧洲或者其他地区 虽然你说你有这个意识 你储存它 但问题是你不会处起十年 你处够一年左右 或者六个月 你够了 当它万一未来供应 都会仍然是緊绝 或者是断了的时候 你怎么做呢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想法 很难行 所以最近譬如天然的价格 大家有留意到 是贴近今年以来的高位 就是欧盟为首 希望逼合俄罗斯 和乌克兰两个协议 看看明年 我们的能源供应 会不会受到中断 也刺激了商品价格 又再上升 这些就是我想 央行继续摸石头过河 在继续调调的东西 如果不是一个集体成熟市场 主要央行的减息周期开始 那我们面对未来的利率 这个环境会依然比较高 那是会不会完全的 我们需要重新想想 下半年 那个资产配置方面 是会有一个很决定性的影响 我想刚才那幅图看到 现在减息的是什么国家呢 第一 加拿大 它可能自己本身有生产能源 所以它的通胀压力 相对地就没那么大 第二就是欧洲 因为始终它一方面 有战争在某个地区爆发 它整体的投资气氛 或者经济活动都会减慢 所以它有迫切性 就要早点减 至于那个大哥 联署局 说了很久 噴口水 都噴了一整年 都没减 说来说去 就说一些似是而非 刚才我说 安抚你一定会减 你放心 市场就OK 我相信你 终于要减 否则我现在托到股市那么多 股市那么多 我受不了 我觉得未来 这种情况 在今年的下半年 都会持续的 即是说你6月好意继续 你7月 现在剩下来联储局开会 就是7月 9月 11月 12月 7月有没有机会减呢 可能有些人就说 低一点 9月的机会 9月你减了 11月是总统大选 你不要搞事了 他持总统大选两天公布 不要搞事了 不然别人说你有bias 是否你想助选 还是想推翻别人 12月选完 需要不需要减呢 所以整体来说 为什么刚刚这个月 联储局议息了之后 大家就说减一次 如果减一次 减多少给你呢 不会减半厘 一口 0.25一口价 0.25 那个cost funding 资金成本 是没有变化的 仍然很高的 而且这个高 还是持续了 差不多两年多 好了 那你说有些事情 需要时间发烤的时候 那你觉得没问题 股市仍然在炒 那个科技的概念 就是这些好像脱离了地球 万有引力 不断向火星进发 很恐怖 但是它越升 大家越兴奋 那些资金就全聚下去做 好了 那未来如果当这个 所谓叫做 中央银行减息 而不是一个叫做 大刀闊库息 也不是像过往那样 一旦就连续减很多次 那它在这个慢慢的 叫做 那个过程里面 减得这么慢 也很谨慎的时候 那你的资金成本 无论是欧元 美元 加元 英镑 其实就下不去那些 叫做很便宜的那些情况 好了 所以你企业也好 或者个人 当你有借贷的时候 借贷的成本这么高的时候 它会压抑了你的消费意欲 和你实际上的那个购买力 是的 那这个东西就会导致 传逗到那个经济整体的表现 所以你预期经济差一点是对的 是的 它最终会到来的 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这种这样的色差在每种主要货币 当大家减得 就像九丫形那样减 其实和现在这个水位 大家一起坐下去 而不是说你减得很多 而别人不减 那基本上对于这个匯率来说 主要货币之间 是没有所谓叫做利息的优势 或者劣势 是差不多 所以就炒外汇就没有饭吃的 是吗 那我只能看个人其他资产 因为呢 说真的 Alan说的东西就出现了 大家一路都很想去减息 但是其实因为你的利率预期 影响了一些企业 plan 未来的开支也好 就是库存也好等等 那我记得上个星期 就看了一个 ISM 供应管理协会 那他就访问了很多 美国的老总 他们说呢 他们今年plan的资本开支 只有1.2% 去年年底 这个测试的时候 是有11% 即是说呢 我正在等待你减息 要不然我计算不了 那也跟我的投资思维很相似 是 刚才我们拆了一些实质利率 以前你也教我 因为有时候你有一些 叫做必要的收益率 即是你的回报要计算到 那些实质利率 是 那些是名义收益率 是的 那些实质利率 是的 名义上是4 减2便是2 是的 但如果你实质上 那些实质利率已经是5 你名义利率是4 其实你减了之后是-1 即是说你的实质利率很高 对不对 那我的要求会要再高一点 对不对 例如债券我要找一些很高腰 股票你就算给不到息 你要给到一个价格的增长 够我先掌握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不同的资产 上半年呢 就走上了一些商榜 这个是上半年的资产表现 接下来就是股票 特别以纳指为首的科技股 AI股那些上升 接下来才去到那些债券 其实是比较跑输的 汇率就算数了 日元那些说了很多次 那些各变因素等等 那怎样呢 未来会怎样排列 那个影响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图表 我就会说 金融类资产 即是说债券股票那些 其实呢 它的表现一般 那你会说不是的 你看看这个最后步 那些很厉害 它虽然是股票指数 但是它背后升是升什么 科技嘛 其实就是那七只 或者十只大龙头 那些科技股 全部都托起了 好了 那其实呢 你看看它升得最多 反而就是那些商品 叫做硬件 这些科技就是软件 软硬升完呢 其实这些金融类资产 什么外汇啊 债券那些 表现其实真的非常之一般 尤其是债券 如果你说到这个 所谓叫做联储局 这个主軸线 减色那么重要 好了 它应该减 那理论上债券 是不是应该升呢 为什么它好像没有什么反应 甚至乎是今年年初 叫做邓一邓高兴 就升一升之后 接着全年 基本上 赴回报 赴回报了 原因就是说 大家知道第一 减不了那么多 第二 你迟了嘛 我延头与你减 接着你年中都不减 那已经有六个月了 是的 那你的债券 如果你的年期不是特别长的 都退了四分一 五分一 是不是 到期的了 是不是 还等你 不等的了 还有就是说 你看到那个长债知识率 十年期 那些美国各复建计数 现在还在四点三 四点四 由四点七 是的 如果你真是一个很像样的减息周期 理论上 长期利率应该是低一点 就是说你央区的知识曲线 倒挂多一点 现在不是的 你短的那些是四点六 长的那些是四点三四 其实中间差那二十几点 其实当整条央区是平坦的 之后这个所谓的减息效果 看不到在这个 债券市场就告诉你 减不了多少 还有没有什么效果 是的 因为很多基金经理 之前用一些历史的数据去解释 真的 这么多年减息周期前 临减息之前 开始买入债券 其实如果你拿一年或以上 你的回报有十几个百分比 就是他们是这样 拯救这些数据出来给大家看 但是如果Alan说 大家要小心下半年 可能他随时真的减了后息 接着就算数的话 或者慢慢拖的时候 那你买债券 其实你买那些债券 因为你之前 就想着减息 买长一点有好处 因为长期债券 对于利率的敏感度高一点的时候 你前面减0.25 后面可能跌了100% 现在就不是这个情况 那你反过来 变成你的资本增值 是空间小了很多 你只可以将这些债券 作为一个存款的替代品 就是说 当你面对这个减息 这个令到未来的利率 不明朗 你可能收少了息 或者当你逐期做存款 收不回之前的三个月 六个月的那种高的利率的时候 你可以用债券锁定它 我平均计 两年三年 我收回这么多就OK了 你是用这个方法去买债券 而不要再想在债券上有钱赚 因为减息 即是说外汇不用想 债券也不用想 那股票 我不知道 股票了 你剩下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美股呢 你现在的道指就摆明是严重分化 因为我们的道指没有人追 大家都觉得 未来的经济 应该有些衰退 例如我们看前瞻的PMI 落到50以下 那些失业率开始上了一些 然后最新上星期 默契根消费情绪指数 其实是跌到 那些七个月以来最差 开始有少少这些苗头出现 那你怎么都会影响企业盈利 你现在的FORWARD 20倍的PE 现在的企业盈利 每季公布都像样的 那些资金也很追捧 这些所谓叫做 芯片类 科技股 就好像你结婚 那样 有个红头巾 你还没揭开新娘的头巾 人家就告诉你 这个是全城第一美女 是的 那你很有憧憬 是抽香 一揭开 哎呀 惨了 是鱼花 是鱼花 嚇到你死 未到这一刻 因为你现在还在 不要揭 等它休息一会 你心情很兴奋 好了 但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实体经济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因为那个通胀率 那个不能够去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而是它有一个制约的时候 始终你那个减息行动 缓慢了的时候 那么资金成本 落在这个相对高的水平 其实一段时间 一定会影响实体经济 以及 就刚才我计算了 你每个月都交到工货 每个季度 不过问题就是 当我那个资金成本 继续是5厘的时候 我要求就不是说 你八厘九厘 你要多一点 十几厘 所以我想这里 我们要从温固知识 温集一下工货 大家就忘记了 联储局主席 跟大家说的 他的说话叫 high for longer 是的 要拿回这几个英文字出来 是的 大家要从温知识 他说得明白 现在其实 如果你看回他现在的动作 或者那个方向 其实他说 他没有说谎 他真的说了实情给你听 不过大家就听不到 大家就觉得不要理他了 減吧 是的 问题是现在 我不知道 如果你high for longer 甚至如果你的美债息 其实会上去的话 你对科技股的打击很大 现在很明显 就走完科技股 其实你M7 对于标准百个市值 有成30% 今年来 其实他已经 我刚刚在星期间 有些人说 M7的市值 加上15万亿美金 是 已经相当于 美国GDP的50% 是 多于50% 是 其实很夸张 但是他又不停制造 一些故事给你拿 是 那你的客人其实现在 如何衡量 其实都挺坦剔的 一方面你就知道了 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实际的经济环境是怎么样 那个 那个减息行动 缓慢了 那你每个做生意的人 都知道资金成本是多少 是一个负担 我想这件事 不用说得太远 你只问香港做生意的那些 他就各个都 摁在嘴巴 跟你说素虎 为什么呢 香港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说 我们那个 经济结构 或者现在那个 成本结构 那个 cash flow 全部都是跌的 好了 但问题是你给 如果你有做按揭 你有借银行的钱做生意的 好了 你的cost of funding 现在 全部呢 都是 六字头楼上 六字头 因为为什么呢 就算你那个一个月的 现在叫做 四里多 四里多 那银行要赚钱的 我资金成本在市场 拆回来四里多 我不用赚了 那你按揭都不赖 那你加回它 最快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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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现在呢可以升的 就是说那个 传统的股票 面对实体经济就差 不过呢 如果你稍微尖到哪 说这些叫做芯片 高科技 哎呀行啊 大家就不要被现实了 有气氛 有气氛 一路买 他们cash 亦都多 cash 亦都多 也都无可分认他们的cash flow是漂亮的 因为他那个很多投资进去 或者他真的赚到钱 那就是说要怕着都要买 都要炸 因为你在那么多个比较里 他的cash flow是最strong的 所以你 现金流强呢 你对抗疫情是强一点的 那你当然要买这只 那些叫慢慢紧 也不夫知 那些当然不会碰 他们这个故事 就复制不了 过来我们这边 也很难 我发现如果要哄那些 那你就知道 可能你跟外资的fund 聊天的话 你打死他们 都不敢长渣中港股票 就算行指爆了3000点上来 你问他们大部分 都不是long fund 是搏下反弹 或者平下淡仓 是没有这么underweight 其实这些欧美资金 我怀疑他们 就听不到 广东话 听不到普通话 也听不到英文 所以你无论怎么说好 香港故事 他们完全没有反应 听不到 就是在这一波 叫做港股反弹里面 其实呢 如果真的大家去看一些数据 或者问一些专业基金 其实真的很少 非常之少的欧美基金 是有新钱进来的 都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 已经进了市的基金 可能之前减了仓 变成现金多了 他见到股市星 叫做被迫 或者他有ETF 追回去 叫做浪费 买一些指数成份股 就跟风了 反而呢 其实在现在和他们谈 基本上他们就觉得 没有变过 基本因素没有变过 第一就是说 美国总统大选 完了之后才决定 谁上场 对中国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呢 第二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政治的那种压力 都没有消退过 台海啊 俄乌啊 中东那些都仍然在 他们觉得 其实没有必要 即是说要 要拼搏 我今天刚刚来之前 我都看了一篇报道 都是彭博写的 就是说 其实他们又访问一下 那些欧美基金经理 那他们其实都说 不来啊 不要紧 我们有些 北上 上面的资金 那些 这个呢 反而值得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说一下 其实呢 因为香港很多市民 以前呢 早几年 常常说 哎呀香港利息很低 那我就买人民币 就收息 那当时人民币的息率 是高过港币的 那也都觉得 哎呀支持中国经济 那就买了 那但是问题就是呢 去到今年的 就是说三月左右 那大家就知道呢 其实开始 中国就 财政部呢 就公布了它那个 发债大计 那就是一万亿的主权债 接着呢 接着呢 就说未来会的年期 越来越长的 那最真其实都发了 这五十年期的债券 那息率是2.57 是啊 2.57 还开放给老百姓 没错了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因为呢 中国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个经济 非常之 基本面就比较差了 是啊 就是楼市 那个经济 因为又受到那个 外围制约 那个制裁 那就比较差 出入口也不行的时候呢 那地方政府或者很多地方的资金 其实不够的时候呢 那他就说 好了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令到这个经济 要扭转它呢 那其实在去年的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里呢 其实领导就说了呢 就叫人民银行 你学一下 美国联储局 和欧洲央行 人家多醒目啊 印银子啊 是不是呢 给老百姓买 是的 现在财政部发债 中央银行买 那你透过这个 这样的 左手出右手买呢 就令到整个货币供应就大增 好了 但是中国央行替代不可以这样买 以前呢 就很审慎理财 这样就会增加債務的 是的 就会令到人民币汇率受压的 那也都呢 就很多投资者呢 以前呢 就不断的就将这个人民币汇率 和股票市场挂钩的 就是说呢 人民币升就是股市好 人民币跌就不好了 股市就会跌的 但是呢 如果大家细心点看一下 今年的4月5月呢 当那个人 当港股和A股是升的时候呢 其实人民币的汇率呢 其实不要说它跌 好像是 它由年初是跌了2% 它不是跟着那个股市升的 那做什么呢 因为就是那个货币政策 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向 而是呢 这个重大转向就说呢 未来人民银行 或者财政部 这个所谓叫做公开市场的组合权呢 就会令到呢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增 好了 那其实就等于你 铺明硬币 就是越快 发债发得越多 钱就越多 好了 那其实呢 你看回疫情期间呢 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有那个压力的时候 老百姓呢 其实就挺聪明的 那货币供应量大增 它们就不用钱 那就是什么 全钱 所以呢 2002年呢 全中国的存款总量是历史新高 但是那个货币发行量呢 其实都是一直在增加的 今早公布的M1呢 是跌了4%的 就是证明他们的钱是不出来的 就是那个multiply effect 没有效果 反而是倒扣 就是说呢 原本上你印1元呢 理论上你想刺激经济 如果它很紧的时候呢 可能1元变7元 6元 那经济就快速增长了 那GDP有十几百分 好了 现在你印1元呢 分分钟呢 看不到它花0.1元之余呢 分分钟还扣多了出来 是不是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它要积蓄房机 所以老百姓就越来越存钱 甚至乎呢 就是当那个经济环境越不明朗 它怕自己将来会背负很多债务呢 它趕着去还钱给银行 我也听过有些客户跟我说 在最近这一两年 当他们觉得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想还钱给银行 银行是拒绝他们还钱的 不要啊 不要还着 你拿出去花吧 你花吧 不要还给我了 继续花吧 他说我要还 入籍申请 那会不会这些钱呢 为了 你不能还钱 为了增值 就出来 我们港股这一边 去银行呢 应该就是说 在今年的三四月之前 就不是这个想法 都是觉得要存钱 减少借贷 令自己处于一个 安全的地方 好了 但是就是刚才我说了 当财政部和人民元堂 已经下定决心 要做这个公开市场操作 那你有两个结果一定出现 第一 就是 货币供应量大增 那人民币的汇价会怎么样 你两次贬值 那你说 人民币我们有看长的 不会大跌的 不要大跌 不要大跌 音乐都会 但问题就是 当这个经济整体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时候 那政府都要决定 我走什么方向的时候 那你这么多东西里面 其实最容易牺牲的 其实是汇率 其实人民币强 经济不好 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反而反过来 现在人民币汇价 有秩序地 贬值 第一 那你那些老百姓 如果你不出国内游 不去日本 你没有什么通胀压力的 你通缩 是不是 你就继续在国内自由行 对不对 反过来 做生意的 出口的那些 喂 人民币贬值了 是不是我的订单 可以竞争力强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贬值 不是说它有 不是说它绝对好 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相对地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你要稳定地贬值 那老百姓慢慢醒觉了 咦 那你又知道 内地其实有外汇管制 是 出不了 每个人借每年 只有五万元的外汇兌换额 有时候你想兌换银行 没有额剩 又兌换不了 你回出来又回不了 入子申请等一年 又连交学费都加不了 那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那这个什么渠 为什么要买港股呢 就是说 没办法了 焗来焗去 其实是一间叫 蒸气房 蒸得很厉害 飘了汗 好了 你想方法了 好了 你想到一条出路了 我出得不理你了 是的 我用透过这个港股通 把人民币买港股 好了 我持有这只港股 一天未卖 它都是港股 就是港股 就是美金 就是美金 直至有一天 可能未必一两年后 我觉得人民币贬值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差不多了 那我才将这只股票卖出去 因为你卖了之后 它返回给你 都是人民币 你好像换不到外汇 不过你对冲了人民币贬值 起码好一点 又真的 如果我们看到 南下资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占港股的成交都十几个百分比 同时间之前 因为恒指服务公司 将了一个新的指数 是恒生高持股50指数 就是反映那些内地的 南下资金下来的喜好股份 我就觉得和你的说法很吻合 因为最大的比重是金融类股份 是高达31% 然后增幅最多的持股 是能源相关股份 它们的特点都是 派高息 中拔股 而且这些能源公司的cash flow很strong 我不要开哪一只 一只其实是没有负债的 大家都知道是热门的一两只 所以就挺好的 那你买了这些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要升值赚钱 它是买稳定的 稳定的意思是 我持有力 你不要升跌了 你停在这 等我两年三年之后 我决定是否换你呢 我就回回来 如果你是高息股 更加拍照 那证明了我们这边的市场 不用太害怕 因为这个 这个我想是对于下半年港股 一个叫做有利的因素 那现在因为始终是 港股通这个门槛 就是50万人民币 那如果它放宽到10万 那就正了 那就正了 那这一对夫妇 应该是上海来的 应该做生意的 做什么 他问你买什么股份 不是 因为大家聊 坐在旁边的桌 他有点餐 我就帮一下他 那这位女士 一听她说 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香港 你知道她第一句问我什么 今天股市有没有开 我说你问我股市 你问港股 就是因为她有投资港股 是的 其实她问港股 因为她听我香港来 她就问股市有没有开 我说今天端节了 休市 明天再博士 是的 所以她的反应很直接 就是其实这班人 是有这个 思维的 思维的 已经知道可以下来这边 是的 是的 好有趣 今天听到你 有空多一些外面 收多一些风 又跟我们说多一些 有趣的故事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谢谢Alan 下次再见 拜拜 欢迎订阅 请大家订阅 我订阅 我订阅 他 我订阅 你 这边 是我